ㄟㄢㄢㄢㄢㄢㄢ cha ㄟㄢ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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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ˋ 不會吧 然後迷三大中軸了 但是我回來 我只有備份我的相片的檔案而已 等到我昨天本來要去補拍簽 我要去開啟 我要去備份我上個星期的檔案的時候 他跟我提示說他要更新 但是我先按Later 因為我的相機已經沒電了 但是等到我更新完 機卡GG 接下來的部分是有空拍跟照片 你看照片已經傳上去了 但是錄影的部分就沒有了 然後我也利用三個救援軟體 也救不到 花了好多好多時間也救不到 所以我可能接下來的部分就是 自己的影片跟空拍 對下次都備份 備份很重要 感覺我們上一周 如果只要經過七星的主峰 應該是從這邊下來 那邊有很多人在爬 而且感覺這邊的規劃還蠻好的 有停車場 你只要使用游游卡就可以進來 而且車位還蠻多的 冷水坑是因為它的溫度 是比其他的溫度還要來的低 小油坑的部分 它應該是一百多度 進去到它的服務站 是可以看到它是一百多度 這邊好像大概是十十幾度而已 是比較溫度比較低 所以它叫冷水坑 服務也太紅了 知道很多人會騎那邊騎空路 基本上是沒有腳架的 所以就可以這樣子放置 其實很方便 其實今天來的主要目的不是說 為了冷水坑而來 不是 其實是因為 來這邊 因為我有空拍 前面你有看到有空拍 空拍其實是需要申請的 兩邊是一定真的需要申請 因為那時候在爬大圖山的時候 有警察就是來關心一下 就說不好意思 這邊陽明山國家公園是不能空拍的 然後我有跟他講說 是先先線上申請 線上申請的話 其實還蠻簡單的 大概是 需要一個禮拜前的時間去線上申請 你只要去規劃說你起飛的地點 跟你起飛的區域 另外說為什麼今天要來 就是因為我可以拍攝一個禮拜 所以 今天是最後一天 我想說竟然都申請 那下次可能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來 就 把它 添入了 這邊算是 冷水坑的生態文具 它裡面的水其實蠻乾淨的 很透徹 可以看得到裡面 牛奶湖到了 沒有牛奶湖那麼近 其實牛奶湖就在停車場旁邊 我們騎天山的方向走 往那個吊橋那邊走 那邊 其實牛奶湖在這邊 超近 謝謝 謝謝 And I will hold you down if love is still alive It's unforgiving to my eyes The tide has turned around Just listen to the sound Two hearts beating Beating time Hey ye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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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all forgiven To my eyes Hey ye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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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all forgiven You and your wicked ways You and your wicked ways You and your wicked ways 我們要去這個夢幻湖 這個夢幻湖 但是因為他說現在是乾淨 沒有水現在是乾的 所以等一下就先去泡溫泉 現在正衝第一個停車場 就來這個公公的草堂的路上 感覺還蠻近的 大概300公尺左右而已 它其實是有管制的時間欸 近在幾點 11點36 我還在第二場之間 然後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它會去做清潔 超高級 而且太免費 可以到晚上 昨天 早上6點就可以開始泡了 很多人從上面爬山 爬完 然後來這邊泡腳 每月的最後一週 是有休息的 我去看看 這個南式的溫泉 不需要費用的 天免費的 現在 391個人欸 算了 我沒有帶泳衣 沒有帶泳衣 沒有帶裝備 還是不要進去啊 但是女生 男女是分開的 女生 281個人 等天氣冷 冷一點的時候再過來 然後剛剛泡完了 腳 是覺得 是覺得 普普啦 因為 也沒有那麼熱 感覺沒有放鬆 但是覺得 會很鼓溜鼓溜 應該50分而已 沒有及格 就只是覺得 滑溜滑溜滑溜而已 對 那夢幻湖的話 好像是在上面 但是現在沒有看到 沒有水 所以那就下次再來吧 現在我們 往晴天鋼的方向 好 好 他應該也不想出來吧 對不對 他出來的時候叫很久 通常都是帶狗 貓好像很少會出來 他的個性 本身就是喜歡 握在家的那種 對 出來會很生氣 他現在是害怕狀態 現在已經還好了 應該說一直叫 好 好一叫一直喵 一直喵 應該喵了半小時 是喔 然後硬把他帶出門 他回去應該會抽擠喔 對 我個人覺得 鄉民山國家公園真的很方便 不管是 你是親自來 或是 有跟著 比較年紀比較大一點的 可能需要做論語的 他都會有無障來播到 然後 然後 也有商店 也有服務中心 都非常的熱心的 可以去回答你的問題 重點是 免費 for free 耶 而且你看環境 他真的很棒 恩 大豚山 小油耕 冷水耕 晴天缸 風貴嘴 好像有點遠 啊 晴天缸先吧 有牛大便的味道 他好像在吸奶 應該是吧 我們現在要去 捐獅瀑布 應該要走20分鐘 捐獅瀑布 是還沒有到冷水坑 也還沒有到晴天缸 是在 冷水坑下來 差不多大概騎車5分鐘的距離 這是他的步道 運動版 我們目前應該 快走到一半了吧 這邊很不錯 就 你可以去聽到 小鳥聲 瀑布的聲音 然後這邊 真的很漂亮 好美喔 好白喔 很清透 像絲一樣 好漂亮 怎麼辦我覺得 個人覺得 捐獅瀑布不比 比齊天缸還要 好看耶 真的 很不錯 還蠻推薦 可以來走這個步道的 因為我覺得他 花的時間不長 而且路又不難走 還蠻值得看的 紅色的那個石頭 就是因為鐵跟鎂的礦物質 而產生氧化作用 所以變成紅色的 看不膩 雖然他不大 但是 整體起來 就是很漂亮 如果是 又是遇到 那種水季的話 水更多 我覺得應該 會更好看一點 我們花了兩天的時間 從晴天宮開始 然後走到 向天山 綿天山 向天池 之後我們走到了 小油坑 卡巴 卡拉巴 卡巴拉 公路 二子坪 二子坪步道 然後 騎行山 今天就是 騎車騎到 冷水坑 然後 冷水坑旁邊有 牛奶湖 還騎車去晴天岡 晴天岡完再往山下騎的話 可以到 這個 捐吃瀑布 所以大概是花了兩天時間 走了陽明山這幾個點 其實車還沒有完全走完 還有什麼風貴嘴啊 等等 太大了 所以就花了兩天 我們下次見 請下集團 請下集團 很久不見 在哪裏 開場 就在哪裏 那裏 我還沒到 看來 真的 我還沒到 在哪裏 因為 她還沒到 來 拿 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